提供给您国际上最新消息 北韩昨天一共发射了六枚飞弹 又提升朝鲜半岛紧张局势 美韩防长周五举行安全协商会议 会后联合声明共同谴责北韩 破坏朝鲜半岛稳定 一起来听 美韩防长都强谊警告 如果北韩对首尔和朋友使用核武将导致政权终结 同时也再度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是印太地区安全还有繁荣的根本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破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